你着什么急啊,注意不都见了 莫哥,我们都超过这么多年了 我每天都想跟你待在一块 我是来让你看清真相的 你敢看吗 老婆 老婆 我忘了,老婆 老婆 你流产了 我我孩子没了 老婆 我孩子没了 不要动了 别动了,不用了 啊 好 老公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 我太想你了 所以就提前回来了 我也好想你啊 刚回来就腻歪 早饭做好了吗 马上好 妈 走 走 好 妈 我一下飞机就饿了 来 咱们吃早饭 坐吧 工作累不累啊 可要注意身体 不累 妈 我跟你说啊 你这几天不在家 他真是闹腾了 我整天吃的哪个酒啊 二侦你说 你在外面这么忙 到底是为了什么 没有这一说的吗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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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这次新品投放得怎么样了 新品处理些问题 不过你不用担心 不许吃辣椒 赞促迟 老话都说了 酸儿辣女啊 妈 妈 这 这都什么年代了 怎么还种男轻女呢 再说了 就靠这个来看生儿生女 是不是也为时过早了 我儿子辛苦到头 你要是连个男孩都不会生 对得起我们老存家吗 二侦你说是不是 佳慧 老婆 你少说两句 你不是能吃酸吗 你惯着吃 妈 你也是 这有什么关系啊 你闭什么眼哪 你不要看我这个婆婆是吧 你要不要看我的话 你就早点说 我明天去打联系历回老家 妈 你说了什么话呀 你就老实在这儿住着 谁啊 我去开门 妈 你说联系干吗呀 真的 白姐 大坏 快进来 你怎么来了 有个文件需要陈总签线 听说她回来就直接过来了 身边给我干女儿送点补银 谢谢 给我吧 谢谢 白姐啊 你来了 来来来来 快坐 我去帮你拿碗筷啊 好 对你很忙吧 还行 我自己蒸的包子 好 好不好吃 谢谢 最近公司事特别多 全靠你多帮着嘛 我倒还好 陈总都是累多了 我吃饱了 我吃饱了 白姐 你既然来了 咱们对一下新品吧 好 你没事 嗯 那我先去了 你不再来找人 去吧 你看人家长得榜大腰圆的 以后一定生儿子 不像有些人 吓唤 吓唤 你是谁 你怎么进来的 哎 哎你你神神叨叨干什么 你把碗都摔了 赶紧给我收拾好 别伤了我孙子了 真吃不下了这是 你来干嘛 不是说了不要来这边了 人家想你嘛 你回来都没看我 就直接回家了 你着什么急啊 周一不都见了 诺哥 我们都凑过这么多年了 我每天都想跟你待在一块 我又不图你别的 可是 房子的尾款 人家可是天天催着我 负我负呢 总不能我就住进去了 就把我赶出来吧 钱已经打给开发商了 你去办手续就行 落到你名下 你这次真的会跟他离婚吗 不是都跟你说了 现在还不是很后 那 就等 这次新产品成功上线呗 这次新产品 这么粗心呀 来啦 您的外卖 拿到了 拿到了 妈 您这买的什么样 味道这么冲 好东西 回头啊 你得把这钱还给我 这 买给我的 是啊 保胎的药 我求来的药方啊 谢谢妈 来 喝 谢谢妈 喝 连喝三个月 就能生男孩 你怎么了你啊 感觉像下毒似的 妈 你妈 我能喊你妈 妈 你听我说 现在孩子已经四个月定型了 我们现在喝这个药 真的不会出问题吗 这怎么可能呢 那么多孕妇喝了都没事 就你不知好歹 来 来来来 别走 我 来来来 别动 你再逼他喝药 我还真就滑了 你 你有病啊 你敢这么对我 她是个孕妇 你都能这么对她 她怎么都不能这么对你了 儿子 你 你来看看你媳妇 我要 王嘉慧 你干吗呢 我让她只有她不值 嘉慧 妈 儿子 我大老远的来照顾她 她还不太见我 阿姨 我扶您去休息吧 来 妈妈 你上班 你扶我扶您去休息 我的小孩 咱们 你 thrilling 假的 孔婧 它 这是 你 妈 感谢观看 好看吧 我给你戴上 老婆 你说了每一句话 我都记在心里 戴好它 不生气了 我不生气了 好了 爸爸错了 不生气了 不生气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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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慧 你到底是谁 我是专门保护你的 老婆 怎么了 这里 谁啊 怎么了 老婆 不 我得去医院 我要去看看医生 行 走 咱们先进去 休息 家慧 家慧 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 我是王家慧 我就是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是来让你看清真相的 你敢看吗 陈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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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他 你的老公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阿贝他 根据您的情况 我们初步判断为多重人格 学术上叫做分离性身份障碍 您最近有受到过什么刺激吗 老公 老公 怎么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不 我还说句接你呢 怎么样 心理医生怎么说的 挺好的 老公 你换眼镜了 之前那个有点牙眼角 把路过眼镜店换了一个 你还喷香水了 你那么多香水我就不能喷一下 感觉你最近好像精致了很多吗 你就非要让老公又拉抬又丑 没有 好 老婆 你注意休息啊 嗯 好 老婆 你注意休息啊 好 都换密码了 老公 啊 你干嘛呢 小区新到了一批门禁卡 我帮你关联上 你手机避码我一直说错 你是不改密码了 我之前手机摔坏了 拿去送修的时候改了一下密码 你等我一下 我回一个消息 给 我们之间没有秘密 老婆去随便看 谁要查你秘密了 就帮你灌链跟门禁卡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怎么可能 老婆 我有什么事瞒着你 我一洗澡了啊 哎 对不起 陈墨 陈墨 你真的背叛我了吗 老婆 晚上有个会 会开到很晚 你早点休息啊 知道了 老公 你也别太累 你是不是怀疑他啊 不要纠结 去看看你头发 你小区应该来看看 他在公司干了什么 你想想 这你脸子上怎么会有口红印 那跟头发也和黏色不一样 你再想想 他自己的眼睛 换眼镜 喷香水 手机密码都换了 你在干什么 陈总 这位 佳慧 你们都在啊 不好意思啊 叶总 这是我爱人 我 我来给他送饭的 那 那个什么 你们先聊 我先撤了 老公 老公 哎 那个 白杰 你去送一下 不好意思 视频一下 你去 叶总 下个月的新品电厂就扛您了 如果能达到我们的预期的话 下回 啊 看什么呢 你做什么差 我跟你说 陈墨好像出轨了 不可能吧 莫哥对你那么好 你不知道 他最近特别爱打扮 我最近在他的衬衫上面发现了口红印 还发现了头发 大概这么长 黑色的 总之肯定不会是我的头发 你觉得公司里面 有什么其他可疑的人吗 公司里面的小姑娘 都烫这个卷发 都是这个长度 是吗 你看我 我也是这个长度啊 怎么可能是我吧 是你的 好啦 别再疑神疑鬼的了 肯定是不小心蹭上去的 公司人那么多呢 也是 哎呀 可能真的使我想多了 我呀 自从怀孕之后 我精神状态一直都特别不稳定 你要是不舒服的话 一定要去看医生啊 医生说我现在不适合治疗 那这样 我家最近装修好了 你要是身体好点了 就来我家玩 好 那 对 这个给你 帮我给他 行 那你回去忙吧 我自己回了 拜拜 拜拜 给我上闷了点 嗯 老师那时候想多了 这么早下杰伦 你怕了 是不是 给我提出音响 回家了 走吧 不如再跟人去看一看 毕计资本老万怎么还跃不到 我今天已经跟叶总夸家哀口了 再这样下去 汇计 你我都要完蛋 那个毕计资本的老板神神秘秘的 没有几个人见过呀 那你别生气嘛 我明天继续约 咯 我妈啊 那是一无人呢 我把人家的疯独